大家好,我們今集開始 我想幾件事先說 第一件事就是要說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錄音關係 所以今集的節目雖然是二十三季第一集 亦比平日星期四遲了一天上架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因為我們都要在不同的情況下 要遵守我們本身錄音的時間 多謝各位內心的等候 這件事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甚麼? 多謝大家的課金 支持支持 今集仍然可以健在 今季仍然可以健在 全靠大家鼎力支持 我早兩天才見到一個自己友 他說旅遊玩家你們要加油 又說為何你這麼多鬼不加價 我說現在疫情後我也不敢亂來 那你就好 早幾天 我在Facebook那裡 跟自己友在那裡吹水 他說我見到他也不跟他打招呼 是嗎?你為何這麼囂張? 我解釋 我現在患了認人痴呆症 面貌 腦花 所以經常被人說 囂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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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有和你還沒笑 笑看不到 打口罩 下次補回 畫一張照片 對 所以基於今天第一集 我們都找一些嘉賓上來 這個嘉賓也是我們旅遊玩家的好朋友 各位你好 D100的好朋友 如果有聽到旅遊玩家 甚至來自星星美食 其實都見過我們這位朋友 對於旅遊方面都很熟悉 其實上來講過很多不同 就是Gran 這次我們上來都想講一些適合時令季節的事情 很多人以為這個時候三月份 時令季節一定會說春天 錯了 但是這個又不代表不時令 你上次Gran Sir說塔斯曼尼亞 你在節目完結前說了一句 我要去看極光 但你不是說要去北極圈看極光 當然不是 北極圈看極光 這些是壞東西 還去 那我不是不行嗎 不去了 你夠了吧 夠了 那看什麼 當然要去南極那邊看極光 但是極極又不容易去 極極就是很難 所以其實有些地方都看到極極光 就是這次我們節目介紹的塔斯曼尼亞 塔斯曼尼亞 沒錯 因為剛才我說的時令 我們今集有趣的題目叫塔斯曼尼亞節秋 如果大家沒有細心留意的話 就覺得春天為什麼要說秋天 為什麼呢 因為塔斯曼尼亞在澳洲 澳洲是南半球 南半球已經差不多開始入秋天 其實過了三月 其實三月中開始差不多入秋 所以這個時間正正是塔斯曼尼亞的黃金季季 是的 剛才旅遊中說想看南極光 其實他的南極光很有趣 其實全年都看得到 是嗎 是的 只不過是有 怎麼說呢 每一年的四五月 四五六月 四五六月 四到八月 應該是看得最清楚的 因為已經是秋天和冬天 天更加黑 天更加清晰 所以這段時間 他就會看得到 比較漂亮 還有還有一個月份 應該是兩個禮拜左右 就是九月納春那段時間 前後的一個禮拜 那天都是比較清晰 亦會看得更加清楚 但其實全年 因為他們Facebook上 有一個項目是講南極光 所以他們經常看到 他們無時無刻都有相片爆出來 真的嗎 我沒有看過 你去過這麼多次 南半球 有沒有看過 沒有留意 沒有留意嗎 其實之前 我打算拉隊去看南極光 是 但是那時候 和你沒有朋友 我打算拉隊去 一起研究一下 去紐西蘭看 誰知道就出發過 紐西蘭不用想著 因為它跟北極光一樣 要看 那個洞 是不是在正的位置 相對地 塔斯曼尼亞 就在正圈的樓下 還有一件事 就是它比較多平原 因為塔斯曼尼亞 相對地沒有那麼多山 比較多廣闊的地方 所以就變得更容易 可以見得清楚 你不需要去攀山越嶺 然後在城市更暗的地方 如果出來 你有暴 可能有機會可以見得到 不如這樣吧 我們預備了一段短短的影片 我沒看過 理由中沒看過 Gran你有沒有看過 我當然有 是不是 所以我給大家一段短短的影片 大家感覺一下 究竟在塔斯曼尼亞看的藍極光是怎樣的樣子 大家可以留意視像 在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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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好,那我们就看了第一段片 先摸一下鸡 这是我技术上的错误 我本身给了一条鸡是一个抽色 摸鸡就摸鸡 不是,是我错误 因为我给错误信号 我们外面的朋友 因为这段片是金秋 金黄片段 也可以说一下 怎么说呢 很多人去塔斯曼尼雅 常常想夏天去 因为觉得没那么冷 一到秋天的时候 就开始走光了 所以这段时间很适合旅游中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这样说 其实香港人已经开始 懂得哪些时间去 不只是夏天回去 春天至秋天 都会比较多人开始留意 但是秋天 我刚才说是三月 三月左右开始了 其实它真正入到秋天 像刚才小卓你所说 金秋的 其实应该是四月中打猴 哦 其实它最漂亮的是什么 我记得我整天都告诉别人 我去过塔斯曼尼三次 我最喜欢秋天去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整条路 那些树叶都转到不同颜色 哦 就有金色 啡色 蓝色 不知道是不是有蓝色 然后有红色 然后有橙色 它的层次是比较分明 所以变成你拍照 喜欢打卡 甚至乎你是自家的人 就会坐在车上 看到很漂亮了 然后停下 然后就拍照 但是刚才你又在咪后 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 我们经常关注疫情的情况之下 究竟澳洲开门尾呢 澳洲就只开放给自己有 国民有澳洲护照的人 其实他们自己的省和省的旅游已经开放了 哦 本来之前是互封的 是啊 其实塔斯曼尼亚在去年3月 它是第一个自己封了自己 就算是澳洲人也好 你不是塔斯曼尼亚人的话 你都不能进去 哦 即你的户籍不是塔斯曼尼亚 是的 其实省和省也有自己的省政府 即是我住识尼的话 就不能进去 如果你是塔斯曼尼亚人 即你的户籍是塔斯曼尼亚人的话 那你就可以进去 所以他们也会下跌一跌 即那个地方 那个省的人不可以去 或者他之前十四日之前去过这个地方 都不能进去 但现在已经没有问题 还有就是他这几天很厉害 出了一个新闻说 由内陆那里 即是本土那里 本土那里飞下去 有些飞机的票价是半价 哇 飞下去塔斯曼尼亚 所以变了他们现在相对地 是比较多人 内循环 其实一直以来 秋天都是他们澳洲人 很喜欢下去塔斯曼尼亚的日子 所以也快要有复活之间 所以也吸引了不少人 会下去 因为以前一向大家有的印象 就是塔斯曼尼亚没有人 小人 对 正的 去到很多地方 都比较人少些 又想不到澳洲人自己本身 都很喜欢下去这个地方 而且他们也有做投资 就是买假房子 譬如 他不是在哈伯特特最大的城市 他可能在西部 哈伯特特最大城市 西北部 那些比较远一点 Stelley那些地方 或者我稍后有机会再说 他有一个 譬如 Table Cab 的地方 即是东角的地方 那些 即是比较东北部 那些 很多一些小的 很多人买在那里 平时可能租给油人 到自己需要的时候 可能一年有两三个星期自己住 现在暂时不能租给外来的人 可能很多人自己都会回去放假 其实很好笑 我刚才不是说 塔斯曼尼亚 10月底 上年10月 那时 就开房 你知道 大部分人去塔斯曼尼亚 都是租车自己玩 但因为疫情开始 那时三四月 有很多租车公司 因为要维持着 营运 就卖走了很多车 一时间就卖不回 那么多车回来 那么多人涌 因为那时 有些同学 其实已经移民到澳洲 他们都打算去塔斯曼尼亚 那里玩 一听到塔斯曼尼亚 开房那时 反而去租车公司 租不到车 然后政府就开始立例 希望可以做到 类似Airbnb 即共享自己的车 令到当地有两辆车 你可能租一辆车出去 这件事挺好笑 其实有时候 他们突然开放 原来发现了 原来有一件事 搞不定 不过现在已经没问题了 经过了几个月之下 那些车又回来了 那些人都明白 你不是说今天上去 今天才训车 可能会早一两个星期之前 让别人有缓冲 因为那件事 塔斯曼尼亚始终是一个岛 不像你说澳洲其他地方 我由悉尼可以駕去西澳 慢慢矮爪也爪到过去 或者我由西澳駕去南澳 或者南澳駕回到Queensland 你说澳洲大陆 可以自己这样 但是你在塔斯曼尼 坐船 譬如Viktoria那些人 你可以由Melbourne坐船 拿着车 起码要駕到Melbourne 不如你在北领地駕走下去 橫跨整个 或者我们提供一个方法 如果下次再不够是怎样 大家可以在Melbourne租车 然后下去 但保险那些不知道怎么算 因为你始终不同散 那倒是 但这件事也是 因为疫情差不多停了一整年 你的租车公司没办法 你没理由保险那些车 因为你都保持那些车 其实都是钱 等于飞机公司 即Airlize 如何保持那些飞机 也是一个问题 但如果现在照样看 因为在塔斯文尼亚旅游相对复苏 是的 刚刚有新酒店开的 那么勇吗 新酒店开 重要是全澳洲第一间Move & Perk Move & Perk酒店 在2021年1月开了 刚刚才开了 是的1月尾 然后成为澳洲其中一间 塔斯文尼亚最大的酒店 有200多间房 是否很厉害 我觉得Move & Perk是第一次登陆澳洲 大家在欧洲经常听到这间酒店 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每天的下午4点 有一个Chocolate Time 我真的不想问 因为最初一听Move & Perk酒店 走着就在想 是的 有没有免费自助餐雪糕 有一个每天的4点钟 有Chocolate Time 一个钟 哇 这样也很开心 不过暂时大家没有 始终 Donc 其实他设计了很多东西 比如环境有新生填 也有新酒店 实际不单是这些那麽大的酒店 去年2月 7月、8月、9月 都有凡凡凡的酒店 甚至乎單棟式那些 兩個人 一個公司自己租了三層樓 他們都有開的 剛剛新開 不是reopening 所以對於澳洲本土來說 其實都OK 所有東西叫做運行的模式 新狀態 新上腸下的正常 都是好事 因為我們在過去這一年都在說 因為疫情關係 很多公司未必能捱住 或者很多酒店 甚至乎很多旅遊相關的行業都很擔心 所以會說 將來大家有機會再去旅行的時候 可能這些公司已經不見了 或者他們的業務可能受到很大的衝擊 都是的 其實很難去控制 因為始終你公司市場 也不是去到國際上的規模 所以希望大家都快快去去 始終都是要靠 不過我又說了香港人的威水史 塔斯曼尼亞 塔斯曼尼亞的國際旅遊的人 國際遊客 香港這個市場是排第四 這麼厲害 是的 我們樓上有美國 英國 中國 然後到香港 想不到 其實大家都很喜歡去塔斯曼尼亞這個地方旅行 還有我們一直以來 如果計算我們人口數目 其實我們真的很多人去塔斯曼尼亞 所以覺得大家都需要一個淨土 欣賞塔斯曼尼亞的風光 食物 人 所以才有這麼多人去 不過我覺得有一件事都很重要的 就是旅遊局的推廣 因為香港人都一樣 當我對一個地方有興趣的時候 但是如果我沒有渠道接收這些資訊 或者我比較難找到這些資訊 其實大家就會退一步 究竟行不行 或者那裏的配套是怎樣 聽多些 比如玩家 所以我沒有空就會上來 好嗎 就算我們現在這樣 我們還未能出去 但是你說儲著資訊等各樣的東西是沒問題的 當我全都抹好 譬如有新酒店 我知道可以去看極光 這些東西抹一下抹一下之後 都真的可以開關了 然後大家一手已經拿著十個月 可以準備 我們是on your mark的狀態 那是否那段極光片可以看一下 謝謝同事 我們不如看看 究竟塔斯曼尼亞的藍極光是怎樣的 我們先看看這段影片 對的ünd�位 怎樣看呢 李漢宗 飛過去了 心裡已經到塔斯曼尼亞 你又成功了 我都覺得這個真的要on list 因為其實真的沒有很多人去留意到塔斯曼尼亞極光 其實你看到它的顏色除了有原始的綠色外 還有黃色、藍色和紫色 還有我覺得它最漂亮的是什麼呢 經常都有漫天的星星襯托著 還有看到銀河 我想有一樣東西極光要出現或看到 或者會拍到很漂亮的相片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空氣要清新 還有舊客 塔斯曼尼亞兩樣東西都齊全 塔斯曼尼亞一直以來 都被國際指標稱為 最清潔的天空空氣 它的空氣暫時來說是世界上最乾淨 它有這個指數 第一它沒有工業 第二它是遠離本土 所以相對地 可能它的空氣微粒那些 骯髒的東西少很多 所以每一年都有這樣的測試 還有塔斯曼尼亞哪個位空氣最最清新 那是哪個位空氣 那是哪個位空氣 在那裡打壓卡 我可以下一個 hashtag 就是西上空氣最乾淨 最最 但是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 這個最清新最清新的空氣 都是在塔斯曼尼亞 整個本身都已經是 但是它是塔斯曼尼亞 還有自己還有一個指標 哪個位是最乾淨 所以這個就是最最 塔斯曼尼亞之中 塔斯曼尼亞已經很乾淨 但是它可能每個地方都還有少許差異 而差異之中排第一位是最高 就是那裡 美女當中還有分級 已經參與了環球小姐 然後再漂亮一點 現在環球小姐的第一名就是 因為阿達斯曼尼亞也有很多觀光客 因為其實它現在是有飛機進去 其實我之前也做過一些資料搜集 就是講南極光 因為其實也有很多人問過我 因為我曾經說過之後 有人再問我 究竟哪些地方在塔斯曼尼亞看得最多 其實對他們來說 譬如一些沙灘 因為比較平 前面沒有景觀 前面只有海 然後還可以拍到倒影 然後未必是高山的 或者像這些 突然間有棵樹 其實它是平原 但是剛才我說過 塔斯曼尼亞雖然有山 但是山不是山亂的 很多遮住 所以平的地方有很多 他們經常說平的地方 就很大機會 視野廣闊的地方 你就會看到 我看這些照片 雖然你說在北歐拍攝的極光照 都會有多顏色 但是塔斯曼尼亞相對 都很清厚 其他顏色 因為空氣真的很清 微粒子少 所以形成了 其實光都是用一些反射出來 所以變成微粒子少 可以出光的原本顏色 還有其他地方好 就是剛才你提過一件事 就是塔斯曼尼亞 一年四季都提到極光 因為它沒有白皺 沒有像不光那種 沒有24小時都是天光 有一件事好 就是當我選一些氣候 比較溫暖的季節 因為香港人看極光 有一件事都很怕的 就是冬 對 捱著 對 哇 凍凍牙都震了 多漂亮也沒有用 但頂不上鼻子 就是這樣扭 不過我有件事可以說 也不知道是好處還是不好處 我們塔斯曼尼亞那邊 就沒有一些設定好的攝影機 就像包含那些是Aura Village 那些Live攝影機 真的要靠你自己去 可能在車上等 其實這裡附近已經是城市 很漂亮 但我正正喜歡這隻 這個夠野性 夠野性 所以你們都要有個心理準備 當然不是每次都看得到 而且很多時候 一定要經過相機的配合 才會出到這些效果 我自己也試過去看不極光 這條畫是真的嗎 是不是呢 究竟是我精神分裂 還是真的呢 這個幻覺 是的 但如果經過鏡頭的曝光之後 你就看得清楚很多 不過我覺得可以這樣 我始終經常都說 無論看南極光還是北極光 都好 大家去的時候 不要想著這個必定一定得到 不是必定可以得到 因為你都不知道那天 究竟你的極光是否出現 對 如果你說 就算我不是一心想著 一定要補到百分之百極光 我純粹是看星 或者看銀河 那你就很容易 很容易 對 那你隨時可能出現這個極光 即是你按運氣看不到 你不要投訴 不是運氣 正常人可能都是看不到 即是你那天比較好運才能看得到 未必一定是運氣 所以不如你去到那邊 可以租教一些Colorband 又或者你去做一些Camping活動 你在野外 不是有Camping 又不是選最冷的月份 譬如秋天現在就最好了 當然他們說真的去到零下十多二十度是很少的 即是就算去冬天也好 最冷的應該是五六七八月這幾個月份 不應該是六七八月這幾個月份 但也不會真的冷到零下 零度可能真的會有 尤其是高山和荒野 有樹落 有 但在城市是很少的 基本上是 因為它像是島有熱帶的暖流 和海洋性氣候 所以相對地少 譬如在Cradle Mountain 那些耀南山 那些當然會 它的頂上會封著雪 但是 譬如我剛才所說的東北部 有一年我就是秋天那時去 它晚上會下一些霜 即是冷的 去雪粉 類似那些 但可能五分鐘十分鐘就完 所以大家就不是想去那裡看雪 他們說有Ski場 但這也不是一個賣點 重點 不是一個重點 你不是想去答案 你看看多漂亮 因為平的地方比較多 其實你找到平的地方 視野廣闊的地方 其實很大機會可以報到 雖然沒有Live Camp 當地有沒有一些 我不知道我還沒去搜尋 它其實有沒有一些 類似像極光指數的網站 可以看極光 有的 其實也不能說 它不是太過 怎麼說 它們有一群人很喜歡去的 他們Facebook那裡 也有個page 即是有個群組 經常說 今晚在哪裏見得到 天文台也會說 它們不是極光指數 譬如它說風 如果沒有什麼風 那你機會看的 大一點會不會催散 還有今晚不會太陽光 沒有太多雲 這些都是他們說的 相對地機會大一點 即是既然原來它全年都有 其實真的好看它當時天氣的情況 你自己看不看得到 好 那我們就可以留意一下 想說 再看等你 假面 這是 很容易 第一點 是的